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八十集 吐血 荣衡一句话也不想和这个刚刚强上了自己的女人说 她的真操呢 她的清白呢 她手身如玉十几年 就这么毁于一旦了 刚刚那种火辣的事就算是假的 她也简直尴尬地想要遁地 这个女人居然 这么坦然 荣衡沉默不语 不代表苏青就不问 你父皇也是真心疼爱你 太医院那么多太医 也不乏有能力者 为何没人给你解毒呢 难道他们集体被收买 告诉皇上你无药可救 这一点 苏青始终想不明白 荣衡这是毒 不是病 脉象很明显 莫说御医 随便什么郎中都能诊断出来 可是为何偌大的太医院就没人和皇上说呢 就算荣衡的毒的确难解 可也不至于就束手无策 让她等死吧 荣衡到底还是开口 父皇知道我是中毒 苏青皱眉 知道 为何不给你解毒呢 太医院没人敢接吗 就算他们不能彻底地解了你的陈年旧毒 解个三四分也可以啊 荣衡摇头 也不全是如此 刘御医就能为我缓解毒素一二 苏青 是她变傻了 怎么听不明白 荣衡苦笑 不明白吧 她能给我解毒 也能给我下毒啊 为了取得父皇的信任 她给我解毒 让我身体日益好转 一旦父皇信任了她 她就再给我下毒 苏青 你为什么不告诉陛下呢 荣衡冷声道 因为 我还想多活几日 苏青心头一力 这次她听明白了 荣衡装糊涂 他们就只是用毒吊着她 不需要她死的时候 就留着病艳艳的她 需要她死的时候 一击要下去就是 可荣衡要是不这么糊涂 他们怕是根本不会容她多活 所以 为了能活下去 荣衡只能装作不知情 在暗中伺机寻找解毒之人 而这样 皇上就只听刘太医的话 以为荣衡无药可救 现在 秦太医就是新的刘太医 你倒是聪明 知道寻常狼中一则不能跟出你的毒 二则没本事活着给你解毒 就去找三喝糖 收完所有的严真 苏青将严真交给复兴 收拾干净 复兴硬了 退下 荣衡翻身起来 昨日一直昏迷 没什么感觉 今儿却明显感觉到 严真拔除之后 身体明显轻松 下地倒了一盏茶 荣衡倒 那只鸡到底怎么回事 转了话题 即使荣衡不愿意多说 苏青也就作罢 仰面躺在床榻上 苏青盯着头顶的账慢道 压压中了软姑伞和燃青伞 荣衡愕然 正没问苏青 在福星屋里找到的 苏青点头 屋里床榻下的地板 有一块砖是活动的 砖底下压着这两样 说起这个 苏青对压压是大写的福气 一只鸡 他十分好奇 他当初是如何用坚硬的绘 撬动那块砖 然后让自己在香料里打了一个管 如果不是在香料上发现压压的鸡爪子印和嘴印 苏青只以为压压作为一只鸡 经不住那香料散发出来的气味呢 结果 苏青的话令荣衡震惊 他不知道床榻下有个活动的砖 更不知道砖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青岚一走 屋子就锁了 这东西定是在青岚在的时候就藏了进去 谁含了这样的歹心 居然在青岚的屋里藏这种东西 当初 他进去过几次青岚的房间 一想到那香料的作用 荣衡后怕的几倍深寒 怎么压压有事 福星就没事 没了片刻 荣衡烧练心思 问苏青 苏青翘着二郎腿 晃悠着脚道 这种香料不点燃熏着的话 一般会发微乎其微 压压中招 是因为他吃了一口 荣衡 这是一只什么鸡 他堂堂皇子府邸 缺他吃缺他喝了 他撬开地桌去吃香料 荣衡不由自主地脑补了一下 然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香料我已经清理了 至于是什么人放进去的 现在已经无从查起了 苏青打了个哈欠 唉 以前谁在那住 荣衡没有回答 却只是转身朝外走 本王今儿睡外面暖阁 荣衡原本想把苏青碾下床榻的 他睡上去的 但今儿意外闯进浴室 导致他现在也没有把苏青撵走的底气 苏青倒是没想那么多 只以为荣衡在回避话题 小样 感觉有故事啊 阴着一日要回门 福星彻底失眠了 明儿回门 到底穿裙子还是穿袍子 闹了一夜的病 第二天天微亮 福星就稀稀素素起床 立在苏青门口 顶着一副熊猫眼 等苏青起床 目光呆滞而彼之 屋内 荣衡翻了个身起床 青蓝住过的屋子被翻出那种香料 他实在心迹难安 穿好衣裳 荣衡出门 一声惊叫 像破了府邸静谧的清晨 福星抱着鼻子 躬身立在荣衡二尺开外 忧怨而愤怒地瞪着荣衡 殿下 你要撞死我呀 荣衡 他才无辜好不好 谁能想到大清早这个点 福星会紧贴着门立在门前 还有 福星的鼻子是铁做的忙 撞得他胸口生疼 没忍住 挖的一口血就吐了出来 常青听到尖叫声 顾不上穿外衣 穿着一身睡衣就奔了出来 入目就看到荣衡吐血 常青几步奔过去 殿下 一面扶住了荣衡 一面怒目瞪着福星 你 你对我们殿下做了什么 福星 嘿 我这小暴脾气 福星一手扶着鼻子一手插腰 是他撞了我鼻子 我都流鼻血了 说完 福星挪开手 一脸凶神恶煞的他 鼻子嘴巴鲜血淋漓 宛若刚刚吃完孩子的女鬼 常青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常青本能地瞪了福星一眼 扶着荣衡进屋 殿下 让王妃瞧瞧 荣衡黑着脸没有说话 主仆俩转身 就看到顺眼朦胧的苏青 立在礼物门槛边 王妃 常青立刻道 苏青看了眼 荣衡吐血的衣裳道 你们该谢谢福星的 常青 荣衡 苏青继续道 扎针第二天 该吐出窝在胸口的淤血 我原以为等到下午 才能自然而然地吐出 现在福星助你一臂之力了 常青 荣衡 这是睁眼说瞎话吧 护肚子也不是这么个护法呀 福星气羞羞地进来 跟常青擦肩而过 哼了一声 哼 好人没好报 荣衡